想知道台中最夯的話題雞蛋糕是哪兩家嗎 如果你還不知道就落伍囉 現在就跟著我們的鏡頭一起去看看吧 有人在嗎 歐蜜陀佛 這位施主請問您需要什麼呢 師傅我最近心情不是很好耶 我們這邊有沒有什麼東西吃了會開心的呢 這位施主看起來真的氣色不太好 裡面請我幫你準備一下吃了會開心的點心 太好了感恩師傅讚嘆師傅 各位觀眾可別以為走錯地方了 這家有著佛系外觀的惠孫咖啡 除了供應台灣在地的香醇咖啡豆 還有內用限定的創意雞蛋糕 保證讓你吃了就有好心情喔 你好這邊幫你送上吃了會開心的大佛雞蛋糕 好幸福喔 你沒看錯這一顆顆有著俏皮神情的Q版佛頭 就是店家內用限定的招牌點心大佛雞蛋糕 最特別的是店家還會附上造型沾醬組 讓顧客動手用煉乳、玫瑰花、王子麵、棉花糖等隨機配料 發揮創意幫大佛動手西斗造型喔 搭配不同的食材可做出爆炸頭、泡麵頭、龐克頭 還是五顏六色的澀麗軟法 看看他們是不是既療癒又有趣呢 這個味道真的是好吃到飛上天 好的看完剛剛的大佛雞蛋糕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東海商圈 這裡聽說有一家非常厲害的隱藏版雞蛋糕店喔 而且聽說它的雞蛋糕配方 跟別人的就是不一樣 想見你的藥蛋糕好了喔 喔 可是這是蒸籠耶 燒賣嗎 是不是出錯了 這是藥蛋糕 我們進來出吃看就知道了 喔 好的 別著急 想知道蒸籠裡賣什麼藥 就趕緊進店裡瞧瞧吧 位於東海商圈的Darklyn 有一款內行人才知道的超萌點心喔 可別看櫃檯邊擺滿一藍藍的蒸籠 就以為這是家港式飲茶店 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 裝在蒸籠裡的鴨蛋糕 瞧見你的鴨蛋糕好囉 噴的水會比較脆喔 謝謝 好的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就要來實際開箱 看看這個蒸籠裡面 到底是裝什麼東西喔 看的是鴨子造型的蛋糕耶 可不可愛 你看 打開熱騰騰蒸籠的瞬間 就能看到六隻躺在蒸籠裡的小鴨 這鴨蛋糕不只是模樣療癒 店家特別使用獨家比例的新鮮鴨蛋 調和成麵糊 每天以新鮮原料製作而成 可說是名副其實的鴨蛋糕 下次來台中 可別忘了來這兩家好吃又好玩的 雞蛋糕店超盛打卡喔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